刚刚制裁中国汽车 欧洲打造的锂电池王者就崩了 事情是这样的 2017年 欧盟牵头组建了电池联盟 希望在电池行业打造一个全新的空客 争取实现电池自由 要知道 中日韩几乎垄断了全球电池行业 欧洲想要打破这种垄断 几乎不可能 但对于欧洲来说 他们还真有过类似的案例 空客就是打破垄断的代表 曾经波音主宰了全球大飞机时 欧洲也想分一杯羹 于是他们就集合了欧洲各个国家的力量 组建了空客公司 空客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波音飞机的垄断 也奠定了欧洲制造业的辉煌 于是在电动车转型的关键时刻 欧盟希望再复制一次空客奇迹 这才牵头组建了联盟 集合了德国、法国、英国等数个工业强国 打造一个电池王者 然后在2025年左右 帮助欧洲车企完全摆脱对中日韩的依赖 最终掌控电池产业的话语权 可以说野心十分大 而这家企业就是North World 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NT公司 但是它在欧洲有个非常响亮的称号 那就是欧版丁德时代 这个称号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而是欧盟全力捧出来的 NT获得欧盟的支持力度有多离谱呢 首先一家企业没有做到行业龙头 那么它很难获得资金支持 对吧 但NT却完全没有这种烦恼 相反是欧盟急着给它送钱 从2018年到2023年 短短5年时间里 NT就获得了大众、宝马等汽车巨头 以及高盛、欧洲投资银行等等机构的投资 除此之外 还有瑞典国家养老基金 魁贝克储蓄银行等国家队的支持 总计获得13轮投资 金额更是超过100亿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么说吧 宁德时代自2011年成立以来 在一二级市场获得的融资总额 差不多也就100亿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 NT在5年时间里获得的融资 就超过了宁德时代 而当时宁德时代已经是全球头部电池企业了 更离谱的是 在今年1月份 仅仅因为NT要扩充产能 欧洲23家商业银行组成的财团 就为他们提供了50亿美元的融资 这50亿美元的融资还是无追索权的 意思是 它只能靠NT公司未来的利润来偿还 如果亏了的话 银行只能自认倒霉 东航的都知道 银行杀手做过这种赔钱的买卖 如果没有欧盟在背后支持 说出来谁信 总之NT的融资之大 条件之优惠在欧洲乃是整个世界 都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这还没完 一家企业有了融资 仅仅只是几步 你还得有工厂和订单吧 结果这些对于NT来说 也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欧洲各国以及汽车巨头 都赶着给它土地和订单 就拿订单来说吧 在NT还没实现量产的时候 德国大众 斯堪尼亚 沃尔沃等欧洲汽车巨头 就已经把订单送到NT的嘴里了 你猜猜订单有多少 足足550亿美元 说实话 这种支持的力度十分厉弗 还有工厂方面 欧洲各国都给出了很大的优惠 最终NT前两家电车工厂 都被瑞典抢走了 他们的产能规划分别是 60G瓦时和50G瓦时 按照一辆电动汽车 50度电来算 足够为220万辆电动车提供电池 NT的第三家工厂 位于德国海德市 产能规划也达到了60G瓦时 最后一家则位于加拿大 规划产能30G瓦时 按照他们的规划 如果这些工厂能顺利投产 那么NT每年将可以提供 400万辆电动汽车的产能需求 除火量可以挤身世界前三 为什么说欧盟敢说 再造一个空客呢 原因就在这里 他们真的是不惜血本的 在打造NT 完全把它当作汽车战略的救世主 按道理来说 获得如此大的扶持 就算是小企业也应该扶起来了 然而NT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它不但没能成长为 欧洲汽车的救世主 反而拉胯的十分厉害 首先拉胯的是工厂建设 在私家超级工厂中 能在2025年按时投产的 只有瑞典西莱夫特奥的第一工厂 其他要么就还是个空厂房 要么就连地基都还没建好 要知道 这四个工厂是分布在欧洲的各大区域 只有全部建成 才能覆盖欧洲主要的汽车工业基地 如今有三座不能按时完成 意味着 欧洲整体的汽车转型 将会被延期非常多 如果它一直无法投产 那么欧洲整个汽车转型 将会受到重挫 更让欧洲车企受不了的第二点是 NT除了工厂延期外 产能也极度拉垮 从2017年以来 NT只公开交付过一次汽车电池 就连这一次交付都是遮遮掩掩的 连规模和客户信息都未公布 当时大家还以为 这家企业低调行驶 但是到了2023年的前三季度中 很多人才发现 瑞典第一NT工厂 只生产了80兆瓦时的电池 而原本规划的年产能 是达到60级瓦时 这意味着 它的实际产能还不到规划的1%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呢 别说我们不理解了 就连车企们也不理解 于是就让NT给出解释 NT直误了半天 才给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理由 说是因为生产线升级和维护工作 影响到了他们的产能 这个理由惊呆了车企和供应商们 要知道NT这个工厂才刚刚建成 怎么就开始升级和维护了呢 这不是糊弄人吗 后来部分深入的供应商 就揭露了他们拉垮的第三点 技术不过关 原来NT对很多设备和技术不了解 因此生产线无法全力运转 有人来参观就开起来动一动 没人来了就关了审店 俗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你说按照这种做法产能能加快吗 第四个拉垮是管理问题 2023年1月 这家工厂在用挤重机安装防御装置时 就发生了一死一重伤的严重事故 2023年11月 这家电池工厂又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 再次导致了一名工人死亡 因为种种原因 NT迟迟无法量产交付 因此他们逐渐开始亏损 根据统计 2023年前三季度 NT公司的运营成本飙升了172% 亏损额达到了创纪录的77亿元人民币 近债务已经达到了近200亿元人民币 可以说一只脚踏在了悬崖边上 因为NT的产能实在太拉胯了 欧洲车企们都看不下去了 瑞典卡车生产巨头斯堪尼亚集团 更是直接点名NT 指责其电池供货不足 导致斯堪尼亚的电动卡车 难以在2023年实现量产 大众原先还打算跟NT 共同在德国建立电池工厂 现在也已经放弃了这个规划 改成了自己独立建造生产线 宝马也是如此 2023年初 他们给自家电动汽车 招标了超过160G瓦时电池的超级大订单 全给了风潮能源 宁德时代和伊维里能三家中国公司 一点都没分给自家投资的NT 就连欧洲著名媒体金融时报也在感叹 说欧洲的电池战略很丰满 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明明是要资金有资金 要政策有政策 NT为啥还混得这么惨淡呢 难道他真的是扶不起的阿董吗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 人都来自于特斯拉 曾经深度参与开发了特斯拉超级电池工厂 因此在电池技术和生产方面 他们储备的并不少 这也是NT受到欧洲财团们青睐的原因之一 但问题是 NT团队的技术却并没有发挥的余地 比如早期时 同样是节能减排 欧洲车企走的路线是改造柴油技术 减少尾气污染 而中国和美国走的是电动车战略 两者的汽车战略不同 让欧洲对电池的重视程度比较低 NT创始团队没能第一时间得到市场的支持 一直到2015年大众柴油门事件爆发 欧洲车企被发现 柴油车尾气排放造假 他们这才放弃了柴油改造路线 直到此时 欧盟这才达成共识 要发展电动车 这个时候又出问题了 了解欧盟的都知道 他们内部其实并不团结 在电动车上也是如此 欧洲内部各国还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2019年5月 欧洲成立了第一个汽车电池产业联盟 由法国标志学铁龙 欧宝汽车和法国电池制造商Soft领先 投资额超过32亿欧元 德国就看不下去了 我们的汽车产业这么发达 凭啥让你法国来领导呢 于是也在2019年 推出了第二个欧洲电池产业联盟 这回是由德国宝马 巴斯夫 BMZ等公司为主 投资额也高达29亿欧元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是这两个国家在掐价呢 你说有他们这么搞下去 欧盟的电池产业能发展起来吗 总之在极限拉扯之下 NT依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支持 最后是这两个电池产业联盟 都做得不太成功 不得已才硬捧出来给NT 2018年 NT才开始迎来发展的高峰 此时 NT又遇到了新的技术路线问题 NT是从特斯拉团队出来的 他们最擅长的 也是特斯拉的原住电池路线 而中欧日韩走的是 方形和软包电池路线 NT想要为欧洲车企供货 就不得不被迫 从原型电池转占方形电池 这不仅让他们失去了 特斯拉背景带来的技术优势 还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这也是NT电池难产的第二个原因 说白了 欧洲车企因为造假 错过了电池技术的原始积累 一步落后 就只能步步落后 好不容易确定了技术路线 等真正开工的时候 NT又杀眼了 他们发现 从原材料到零部件 再到生产设备 整条电池产业链 欧洲几乎都没有 在原材料上 欧盟全部的重稀土 几乎全部的铁 超过八成的清晰土 全都依赖中国工艺 前不久 标普更是无形揭穿了 欧盟电池产业的脆弱 欧盟的锂 基本上全靠从智利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进口 而在电池的各个零部件上 比如正极 负极 隔膜 电解液这四个锂电池 最重要的组成部件 欧洲只有巴斯夫和优美科 能够提供正极材料 而其他的全部都得依赖进口 而且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进口 但是在欧盟的规划里 他们是要自己掌握电池产业链的 如果全都从中国进口 那就和组装没啥区别了 NT也只能被迫不断拉扯 最终发现实在没办法 还是得从中国采购 它的隔膜来自中国的新元材质 电解也从新昼班购买 副极材料也得从天气里也采购 甚至就连工厂内的生产设备 也大部分都来自中国企业 限到智能 好了 靠着从中国买买买 NT总算是把工厂开起来了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还只是万里城镇的第一步 工厂办起来了 总得有工人干活吧 NT在欧洲一打听 会造车的很多 但是会造电池的压根就没几个 整个欧洲的电池产业 在这之前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想要从屋到有搭建起庞大的产业 需要含量的人才 于是他们向欧洲电池联盟求助 结果他们的高管也没办法 反而在会议中透露 在未来两年内 欧洲电池产业的人才缺口 将达到80万之多 NT花费了大量资源 也只为瑞典第一工厂 招了1600名工人 而剩下的缺口 足足有2400名 等于说 他们用一半的人 撑起了整个工厂 也难怪他们工厂的产能和安全 总是出现问题 除了NT内部的问题外 工厂外部的问题也很多 首先就是 欧美国家老生常谈的 各种组织问题了 今年1月 NT在加拿大魁北克工厂建设项目时 就因为当地环保组织的阻挠 而被迫停工了一段时间 理由是 NT工厂的建设 会破坏当地的森林和湿地 这种问题可以说是 欧美制造业普遍的情况了 无论是NT还是特斯拉 宁德时代 在欧美建立工厂的时候 环保组织都会来耗一下羊毛 耗完了工会 人权组织等等都会出现 NT和这些组织随便谈判下 都会造成很多时间 精力和成本上的困扰 接着就是最近几年 又冒出来的能源问题 NT原本已经基本确定 要在德国建立第三家工厂了 但在俄乌冲突后 欧洲特别是德国的能源价格飙升 导致NT建厂成本变得高了很多 于是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下 德国的建厂计划 就这还没完呢 更让欧盟难受的是 美国也来搞事了 2022年 拜登政府推出了通胀削减法案 对电池行业提供了巨额的补贴 力度比欧洲大了很多 特斯拉原本计划 建在柏林的超级电池工厂 都搬回了美国 NT也看中美国的补贴 想搬过去 按照他们CEO的话来说 美国给NT提供的政府补贴 相当于德国的四倍 他们不得不考虑优先在美国扩张 而不是在欧洲 这让欧盟傻眼了 你可是欧洲的空客 不是美国的空客啊 我们真金白银扶持领这么久 你说走就走 那我们前期的投入不是白费了呢 于是两者又开始拉扯了 NT继续索要高额投资 欧盟只能含泪继续给他们钱 但是欧盟也想明白了 靠他们本土电池人才和供应链 根本撑不起欧洲的电池产业 欧洲电池产业想要发展 就必须与中国展开合作 就不说被中国垄断的零部件了 但说成本 NT在瑞典工厂 美季瓦时电池产能的投资额 高达近9亿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 明德时代在上海的工厂 美季瓦时的投资 只要约3亿元人民币 只有NT瑞典工厂的三分之一 这还只是投资额 更别说后续的生产成本了 如此悬殊的成本差距 让欧洲电池企业 与中国厂商的竞争中 毫无优势可言 如果按照欧盟的计划 全产业链脱离与中国的合作 那成本更是要飙到天上去了 于是他们也想明白了 就应该像韩国那样 和中国深入合作 虽然韩国一直在好老美的羊毛 但是在电池上 韩国企业不仅没完全 偏向老美的战略 反而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比如LG型能源 与中国雅化集团合作 在摩洛哥共同生产氢氧化里 接着LG化学 又跟华友孤叶达成了合作协议 共同生产电池材料 然后又向老美求行 让他们继续进口零部件 反观欧洲 却一直在排斥中国 去年6月 欧盟公布了新电池法案 从2027年起 对出口到欧洲的电池 在碳足迹 回收利用 电池护照等方面 进行严苛的规定 这些规定的确让中国电池 很难在欧洲生存 但也阻碍了中欧的交流 让欧洲电池供应链 很难发展起来 要电池产业链 还是要汽车转型 就摆在了欧洲面前 因此 他们不得不被迫放缓 电动车转型 留给欧洲的时间 真的不多了 好了 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的话 欢迎点赞 关注评论家转发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做视频 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